血腊肉 灌香肠 土家掉锅有说到 赶大吉 白土鸡 八大碗里啥味道 迎新春 古城里面藏有哪三绝 洋汤洋杂 美味泡菜 四川各地年夜饭中又藏着什么独特配方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一起来领略家乡的年味 走得再远 城市发展再快 年味都是记忆最好的载体 位于祖国西南部的四川 过年会有哪些习俗呢 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四川 和久违的麻辣鲜香汇个面 从满屋飘香的各般滋味里 找到城市的味道 记忆的味道 还有故乡的味道 龙昌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 怕历史悠久 境内至现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 李志荣是地地道道的龙昌人 当地人都称他为泡菜哥 在龙昌过年除了做香肠腊肉 泡菜也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 泡菜哥要做的年夜饭 是和泡菜有关系的 那边泡菜哥正回家准备 做年夜饭的各种准备 家住龙昌市远顶镇方田村的 杨正飞和他的姐姐 正在市场采购年货 他的姐姐在成都工作 今天带着孩子赶回老家过年 在龙昌市的集市上 可以看到很多收卖点心干果的摊位 各种干果 小吃 零食 糖 种类繁多 琳琅麻木 小朋友看见就走不动了 这个要点 哪个尝尝不亦乐乎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 老家才有的 它是大米做的 很好吃的 过年的时候就会吃 就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吃 还有那种搬家的时候 就是很喜庆的日子的时候 就会吃这个 它是大米做的嘛 然后它是两头红 就寓意比较好 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 在售卖腊肉的摊位上 生意火热 这个就是腊鹅 把鹅杀了以后 然后做成这个腊肉 然后可以 平时都可以吃 这个兔子呢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 除了吃新鲜的兔子 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兔子 杀了以后做那个腊菜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农昌这边 做的三种口味的兔子 在这些腊肉熟食点心里 有很多农昌人儿时的记忆 这些也是农昌一代人们春节采购 最畅销的东西 半天下来 杨正非姐妹俩的年货 就制办得差不多了 大包小包的没少买呀 但他们说还差一种 需要去采摘新鲜的才好 这个不知火呢 它只有在我们云贵村才会有 因为它很挑地方 要土壤啊 那些适合它生长的地方 它才能够长得出来 它的味道怎么样 比较脆 比较酸酸的 也很甜 它这个味道呢 很多女生都很喜欢 不知火 俗称丑菊 四川的水土 特别适合丑菊的生长 它的味道甘甜爽口 汁水丰富 橘子它除了好吃 它还是很有寓意的嘛 象征吉利嘛 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这个 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 很少能自己动手采摘水果 特别是个头很大的橘子 小朋友们 把采摘好的橘子 抱在了怀里 特别开心 制办好了年货 采摘了水果 杨正非姐妹俩 准备回家过年了 泡菜哥准备制作泡菜 他说 制作泡菜有三项要注意的 一是要用凉白开 这样制作好的泡菜不容易坏 二是放冰糖 这样会更加爽口 其次 泡菜里还要加一个重要配料 这就是泡菜 传承泡菜的老盐水 也就是说 从竹竹带带泡了泡菜 跟一只传承下来的 必须要加了老盐水 然后它的味道才会更香更鲜 泡菜哥在里面加上盐 八角 沙姜 陈皮 茴香等香料 接着放姜豆 萝卜 姜 黄瓜等 最后加一些白酒 泡菜就制作完成了 泡菜大约四到六个小时 就可以食用了 方便快捷 在龙昌 还有用泡菜做的美味 会是什么呢 它的味道又如何呢 先把鸡肉切成块 放进油锅爆香 之后放料酒 花椒 沙姜 和八角 继续爆炒 接着放剁椒水豆豉 泡菜萝卜 泡菜姜豆 和大蒜 这些调料可以驱除鸡肉的腥味 再放入豆瓣酱 泡辣椒 翻炒 加一点水和辣椒 五分钟后 加上胡椒 泡菜香村鸡 就制作好了 泡菜香村鸡 就是吃既有酸味 也有酸口味 就是吃起来 让有很多回味无穷的感觉 泡菜哥还在忙活了 年夜饭的制作 杨正妃姐妹俩 带着孩子 刚刚回到爸妈家里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外公外婆 杨正妃兄弟姐妹四个 外公外婆都健在 加上孩子们四十同行 一家子挂灯笼 铁队帘 其乐融融 杨正妃的妈妈 一直在厨房忙活着 为了一家子人的年夜饭 他已经准备了很多天 吃不到 和肥肉切起来 加一点 拌一点料 拌起来 装起来 腌起来 就行了 杨正妃家 还准备了当地 最具特色的美食 全羊宴 龙肠人对羊肉 特别的热爱 并不止冬天才吃羊肉 地道的龙肠人 一年四季都爱羊肉 特别是羊肉汤 一个人 一碗汤 一碟蘸料 一碗米饭 汤饱饭足 自在而惬意 而农畅的全羊宴 也是最具特色的年夜饭 这个是我们的习俗 我们平时都很喜欢喝羊肉汤 为什么我们要喝这个羊肉汤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天气 比较湿冷 然后喝的那个羊肉汤 就是温和的 很暖和 然后我们这边就特别喜欢喝羊肉汤 把羊肉切成条 用当地的红薯粉拌一下 加上泡椒和蒜 待油温六成熟的时候 放花椒 把羊肉放进去 翻炒 三分钟后放入青椒丝 葱丝和沙姜 继续翻炒两分钟 出锅 你看我现在手里边端着的 就是那个红烧羊肉 还有呢 我们的那个羊肝 羊肉汤 还有羊肉汤 一共准备了十道菜 寓意着十全十美 四川浪中 是我国千年古县 中国春节文化之乡 进入大远 行走在浪中古城大街小巷 年味立即扑面而来 市民张忠和家里的亲友 今年早早的就回乡过年了 这两天 他要按照当地的年夜饭标准 给亲友们准备一桌 这一顿团圆饭 张忠和准备一部分 交给饭店做 一部分亲自动手 张忠和要做的菜 是浪中美食中 最具代表的味道 浪中人春节都会吃 食材选自浪中四大怪里的三怪 又称三角 老板娘 我醋看一下 要要要 我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他把这个醋好准 闻一下 很香很香很香 浪中产醋 多年来 以孵醋 药醋为特色 而名阳四川省内外 在浪中 醋不单单是一味 拌菜下面的佐料 还是一种 呵护身体的饮料 于是便有了浪中四大怪里 醋当饮料卖的说法 过年我们提前做什么好菜 凉菜呀 糖醋菜呀 酸菜呀 都是用的这个醋 这个醋很好啊 没有醋就没有棉味了 知道吗 有现成的没头 张忠和选的第二大怪食材 会是什么呢 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一袋 看起来非常普通的馍 这磨有什么绝和怪的呢 这是浪中的一绝呀 是浪中蒸磨 你看绝在什么地方 你看一下 我拿给你看一下 这个脏就是一绝 这个磨叫白糖蒸磨 是浪中特色美食 它与一般糖蒸磨不同的是 不用纯碱 在适当气温下 自然培植酵素 既保持了面的清香 又因发酵而自发产生了纯正趋香 所以蒸出的磨色白如银 酥散绵软 白糖蒸磨一般为两半形的小蒸磨 浪中人喜欢在雪白的蒸磨上 盖上小红张 看起来很奇特 馒头盖张脉就成为浪中一贯 一到春节 很多家庭更是喜欢吃上着 红红的印章磨 寓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下午饭 面青空 后面吃上把银子都靠下来 黄饰 后面吃其他 在里面 Member 后面吃进表面 吃 后面吃 挑战 开始 翅膀 来 吃 Sai 代表 实际上 必须用的这个道菜 任何地方中用的这个菜 饮料醋 盖章馒头 熏黑牛肉 这三种浪中特产 张忠和会做出一道 什么样的美味年夜饭呢 浪中古城市民张忠和 选购团年饭食材的同时 古城外30公里的五龙村的 邓开云和妻子 也在为春节忙碌着 邓开云夫妇在珠海打工18年 夏天返回家乡 这个春节对夫妻俩来说 准备时间充分 在五龙村还保留着 石墨墨面的传统 夫妻俩首先墨了一些玉米面 那个白面家家乎都有 天天都有了 现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来磨点这个玉米面 这个玉米面蛋白质一高 都喜欢吃一点的 做点饼弄点糊糊 小时候我们蒙面的时候 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上面 那时候一边要有一边做 很高兴的 小吃的 腊肉和腊肠是四川人民过年过节等的一样的食物 宴席中必不可少的美味 对邓开云夫妻俩来说 回想起过去 尤其是打工在外的日子里 腊肠是最难以忘怀的年味 家乡味 就没有回来过年 但是又想吃家乡这些味 没有办法了 我爸爸妈妈就在家里给我们灌 然后灌好了 盐好了 就给我们寄过去 在外面也能卖得到 也能吃得到 但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自己家里 是爸爸妈妈亲自做的 给我们带过去的 就感觉有那一种 父母的味 有那种牙味 搅拌好的肉馅 灌入肠衣内 灌满整根肠子后 先用细绳将肠衣底端扎紧 然后用手揉捏肠体 使灌好的肠体粗细均匀 一根一根的肉肠 就灌好等待熏制了 张忠和准备的三种 浪中奇绝特产 饮料醋 盖章馒头 鲜黑牛肉 究竟会做出一道什么美味呢 原来这道菜 名叫浪中三绝汤 三绝汤是近年来 新创制出的一道风味菜品 现在很多酒店和家庭 都烹制这道菜 原因是 它使用了浪中最有名的 三种特色小吃 特别适合待客 浪中三绝汤 做法不难 首先将熟牛肉 切成小方块备用 将蒸馍切成小方块 放入油锅中酥一酥 带到颜色金黄 而又坚硬时候捞出 起锅放油 将淀粉调成粉汁 淋入锅内 使卤汁浓稠 配上高汤 根据不同客人 加入当地产的醋 火煮沸后 盛汤入碗 依次放入熟牛肉 炸酥的蒸馍 就做成了又香又浓的酸橘汤 既是汤又是羹 颜色黄亮 牛肉酥软 蒸馍爽口 醋味飘香 这个菜做出来圆圆满满 我们体现了一年世纪的丰收 也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很好 由甜中反酸 酸中反甜 就是反映我们一年世纪的 辛辛苦苦 一年到头了 什么味道都有的 浪中古城期间 仍保留着唐宋格局 明清风貌的诸多民居古院 在清华 奇珠 粉墙 红灯笼的院落里 吃团圆饭 一种怀旧的感觉油然而生 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动情地 说唱起了古老的春节童谣 轩汉县 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大巴山南路 轩汉县的巴山大峡谷地区 是四川省内唯一的土家族聚集区 每年的冬至过后 在宣汉县的大小乡镇 忙碌了一年的土家人 都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 于涛是土家族 从小生长在宣汉 今天家里杀年猪 不仅是要为过年做准备 还要宴请自己的师兄弟 这个就是我们的板油 板油 这个油 我们等会要冷却过后 然后用盐腌制 裹起来 裹起来过后就有盐熏 盐熏的锅 它会保存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明年一年都可以有腊猪油吃 腊猪油又名腊油 在腊月天 收取新鲜猪脂肪板油 来制作腊猪油 除了猪板油 猪血也是要用来制作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血瓷吧 就在鱼涛一家忙着杀年猪的时候 在几公里外 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的黄金美 也正在忙着排练土家族的传统舞蹈 钱棍五是流传在巴山大小国的一种年间艺术形式 一根三尺长的竹棍两端 欠上几枚铜钱 在坠地流苏 这就是武者们手中拿的钱棍了 钱棍就是你手里拿的这个吗 是的 这个就是钱棍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在跳了 这个之前嘛 我小的时候 那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能看见 我们现在是一年四季 你谁出都可以看 上到八十岁的老人也会打 吓到我们几岁的小娃娃也会打 排练完 还没等换衣服 黄金美就急忙往家赶 我这就要回去 因为我们这边过年的嘛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一个习俗 北方人叫赶吉 土家族人则叫赶场 吉市上自家养的鸡鸭鹅齐上阵 各种腌制晒干的豆角 姜豆 土豆片则摆起了长笼 老乡们背着竹篓 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黄金美今天赶场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要在吉市上采购一只土鸡 用来制作宣汉宴席上不可少的麻辣鸡 我们土鸡就是看那个鸡爪 鸡爪汁 这个是干的 那一定要看那个干鸡爪 而且还有就是这里有灰爪 这里有灰爪 如果是那个就是鸡鸟长养的话 没有这个的 就在黄金美赶集买年货的时候 于涛已经回到家中开始制作蜡猪油了 先将新鲜猪板油均匀撒上盐 涂抹均匀 然后从一边开始裹成圆筒状 在裹的过程中也要边裹边涂抹盐 最后用粽叶子捆好 挂在土灶上经过烟火的熏制 当经过数月的烟火酝酿之后 新鲜的猪油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蜡猪油了 这种蜡猪油食用起来首先是特别香 其次是存放时间较长 于涛告诉记者 原来这里很穷 很多人在外大工 都不愿意说自己是哪里来的 但现在经济发展了 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宣汉人觉得非常自豪 以前是不敢说我是哪里 但是我现在会自己站出来告诉人家 我们是巴山大小国 小香港小香港小香港很牛的 2017年我们家乡搞了一个旅游开发 也算是国家的政策 一些脱贫空间的政策 对我们的旅游扶贫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 我鱼桃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黄坚美和哲儿媳妇准备制作土家八道碗 和自己拿手的麻辣鸡来招待亲人们 在土家族的传统中 土家宴席菜又被称为土家八道碗 为什么叫做八道碗呢 是因为古时候土家族人请客人吃饭 一般都是安排八人一桌 一桌八样菜 所有菜品均用大土碗盛装 久而久之 土家八道碗也因此而得名 土家八道碗完完有文章 可以说简单而不失大雅 平淡而又不失美味 我们这里的桌子叫做八仙桌 八仙桌都是实际上就是四边 坐八个人 那是菜呢 也就讲究八道碗 八道碗主要是 一个是八这个谐音发 另一个主要是八方有人 八路八方来财 在鱼桃家的宴席上 红烧吊锅牛排和土豆搭配 牛排的干香被土豆充分吸收 味道也变得美妙起来 用土豆制作的佳肴还远不止这一道菜 这个土豆就是我们的山上的农村土豆 然后这个土豆特别的面 油炸好的土豆配上皮蛋揣辣椒 皮蛋的味道融入了辣椒里 再沾上绵软的土豆 味道感觉很奇妙 有机会来到大巴山 你一定要亲自尝一下 麻辣牛肉 酸辣肉丝 写瓷巴 掉锅牛肉 再配上当地各种原始的野菜 这一桌宴席就基本准备停了 因为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 其实这野菜是挺难寻找的 一年恨为四个季节 每一个季节有它每一个季节的野菜 比如说这个就像野葱 它吃了个后对人体比较清凉的 只有这个冬季才会有的 像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叫苦麻菜 清凉卸火的 比如说香油是 对它有点苦味 配在牛排汤锅里面的 这个书名的话叫死板菜 我们这里的土豆方言叫狗牙日菜 像狗牙日菜 对对对 俗话说靠山吃山 生活在山区的土家族 就是靠着自己的智慧 依山傍水制作出自己特有的美食 如今鱼套的家就在大巴山景区里 这里复杂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民居建筑 依山傍水依室而建 被俗称为吊脚楼 独特的民居建筑更加显示了民族风情 承载着土家人的智慧 于涛说能在这四面环山之地 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也是一种宁静安逸的享受吧 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为了减少人员聚集 确保疫情不应春运扩散 包括北京 上海 广东 山东 河南 河北 等多数省份 陆续发出了春节期间 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 鼓励企事业单位 安排职工弹信休假就地过年 像浙江湖州市无星区 就对在建工地上春节期间 留在当地过年的员工 每人发放一千元的红包 而福建厦门有一家高薪技术企业 更是拿出了三千万元 奖励慰问 员工留在厦门 人均是五千元 于是我们最近常听到 今年过年不回家 待在公司挣钱花 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 不如留下来多赚四五千 而对于那些春节 回不了家乡的人 我们消费主张节目 也特别为您会及时地播报 各地的年味年俗 让您在电视上 在手机上 在互联网上 也能过一个日日闹闹的年 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好 明天我们家乡的年味 说的是江苏地区的几个特色城市 有南通 泰州 靖江和泰新 那么江苏人是怎么过年的 他们的年夜饭会有什么特色呢 欢迎收看我们明天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